武神主宰 第5666章 交出杨坚人 作者 按摩师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画面极其模糊 显然是在极为遥远的地方所观测 但还是能清晰看到 有几道散发着浓郁赤圣气息的模糊虚影 进入到了死灵漩涡之中 秦晨 幽冥大帝目光一闪 幽冥大帝对秦晨的气息再熟悉不过了 虽然眼前这几道身影极其模糊 但幽冥大帝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几道模糊身影中 领头之人正是秦晨 此外 在秦晨身边 还站着一尊散发着阴冷气息的漆黑身影 幽冥大帝根本不用去看 就能猜到 这身影肯定就是小模子了 至于另一道气息 应该是御龙大帝 而在他们三道气息前面 还有两道颇为微弱的气息 这两道气息是谁 幽冥大帝眯着眼睛 仔细查看 但是摩科大帝根本不敢靠近秦晨他们太近 所以 窥探回来的画面极其的模糊 幽冥大帝只能隐约看到 剩下的两道身影身上都散发着阳间气息 而且 那气息极其微弱 显然 是连大帝都不是 极有可能只是超脱级的强者 秦晨为何会让阳间的两尊超脱 出现在这死灵长河中 幽冥大帝心头疑惑 眉头微微皱起 他可是清楚地知道 跟着秦晨的除了御龙大帝 起码还有太阴明女和史妹大帝 这两尊大帝强者的 若是需要帮手的话 只需将他们两个召唤出来便可 根本用不着找两个阳间的超脱来出手 而且死灵长河中的力量极其恐怖 一般超脱 根本无法在这死灵长河深处生存 秦晨把他们召唤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不仅是幽冥大帝 五月明帝他们眼光也极其毒辣 虽然看不清画面中的人面容 但也能感知到 秦晨身前那两道气息并不强 还没等他们心中疑惑消失 众目睽睽之下 众人就看到 其中几道气息较强的身影 落在了其中一头 散发阳间气息的较弱身影之上 然后在那庞大的较弱身影的带领下 竟然一头扎入到了死灵漩涡之中 画面到这里戛然而止 在场诸多大帝看到这样的画面 全都愣住了 你们看到了没 刚才是不是那一道连大帝 都不是虚弱气息身影 将其他几道气息 都带到这死灵漩涡中了 有大帝喃喃开口 这死灵漩涡 连后期大帝级的鬼羞强者 都不敢轻易进入 眼前这画面中 竟然有一尊连大帝都不是的杨间虚影 将其他虚影都带了进去 这让众人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少大帝甚至忍不住揉了下眼睛 莫科大帝 你这画面是真的 有大帝难以置信道 当然是真的 不信的话 诸位可以 检查 莫科大帝急忙到 根本不需要检查 五月明帝等人便知晓 这画面绝对是真的 在他们面前 莫科大帝根本伪造不了任何虚假画面 冥藏大帝连说道 当时我正在避死关 莫科大帝找到我之后 便给了我这画面 我立刻就认出 这便是当初带着幽明大帝 回到冥界的杨间人 所以才敢去黄泉山找诸位 莫科大帝连点头道 冥藏大帝如今坐镇死灵长河 先前那画面太诡异了 我虽和冥藏有一些过节 但面对这种大事 这点恩怨 我自然抛在脑后 所以 第一时间给了冥藏大帝观看 众人点头理解 冥藏大帝是冥界的老好鬼了 整个冥界唯一和他有冲突的 便是这莫科大帝了 传闻在远古时代 冥藏大帝曾和一位女帝鬼修有过感情 结果 被魔科大帝半路夺走 冥藏大帝当年曾追杀过魔科大帝 后来还是在明月女帝的斡旋下 双方才握手言和 若说冥界谁最不可能和冥藏大帝联手骗人 便是这魔科大帝了 只是本来众人 还以为带幽冥来到冥界的杨间人 只有一个 可看那画面 绝对不止一人 可是 这杨间人究竟是如何进入到死灵漩涡中的 那虚影虽然看不清 可气息连大帝都没达到吧 还是有大帝难以置信 我倒是有一个猜测 冥藏大帝这时突然开口 顿时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冥藏大帝道 这死灵漩涡的诞生和这些死灵们有关 若是这些死灵操控死灵漩涡 故意让这杨间人进入呢 此言一出 众人皆是一惊 冥藏大帝的话 显然是说 这死灵国度的死灵 和杨间人有勾结 刹那间 所有冥界大帝的脸色 都是变了 如果说这些杨间人是 无意中闯入死灵漩涡的还好 可若真的如他们猜测的那般 这些杨间人 是在死灵长河中 死灵的邀请下来到这里的 那意义就完全变了 幽冥大帝 这些家伙 应该就是 带你回冥界的杨间人吧 说吧 他们来冥界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五月冥帝目光一闪 当即转头看向 幽冥大帝 喊声道 说 勾结深渊一族 是不是这些杨间之人 现在 他们不仅勾结深渊一族 竟然还与死灵长河中的死灵勾结 他们究竟想要做什么 伴随着五月冥帝话音落下 在场诸多冥界大帝 目光都豁然落在幽冥大帝身上 眼眸中带着警惕和凝重 若五月冥帝所言是真的 那这些杨间人的到来 绝对没那么简单 幽冥大帝冷哼一声 这画面如此模糊 我乃知道 里面究竟是谁 至于你说的 勾结深渊族人 可笑 宇宙海与深渊一族 乃是死敌 他们又岂会勾结深渊一族 话虽然这么说 幽冥大帝心中 却也狐疑不已 秦晨来死灵长河的目的 应该是为了替小魔子 找他的爱人 那他 为什么要进入这死灵国度 又是怎么和死灵长河中的 死灵勾结上的 幽冥大帝 自己也是满头雾水 心中充满了疑惑 但他可以肯定的是 秦晨他们 的确是进入到了 这死灵国度中 这一点魔科大帝 是根本无法伪造出来的 哼 只要等攻破了 这死灵国度的戒壁 一切就清楚了 五月明帝冷哼一声 下一刻 他豁然抬手 一道道可怕的山岳虚影 在虚空中浮现 对着下方的死灵国度戒壁 便是狠狠杂落下去 轰隆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响彻天地 那死灵国度的戒壁 瞬间剧烈震战起来 发出隆隆的轰鸣之声 诸位还等什么 还不一同联手 打破这死灵国度的戒壁 弄个清楚 冥藏大帝健壮 急忙高鹤出声 旋即也连出手进攻起来 根本不需要他开口 其他大帝也都纷纷身形一晃 对着下方的戒壁 强势进攻起来 刹那间 整个死灵国度戒壁 剧烈晃动 爆发出了惊天轰鸣 在诸多明界大帝的进攻下 那无比稳固的戒壁 此刻 却是剧烈晃动 一道道裂纹 不断蔓延 随时都有可能破裂开来 住手 眼看那死灵国度戒 壁就要裂开 突然一道立合之声响起 下一刻 无数死灵气息 从那死灵国度之中 涌动而出 迅速融入那戒壁之上 不断修补着戒壁之力 与此同时 无数散发着恐怖气息的死 灵 瞬间显现而出 浮现在戒壁之后 冷然凝视着前方的 五月明帝等人 领头的 竟是一尊极其绝美的女子 在她身后 则是一群身上 散发着恐怖气息的死灵 一个个模样猙獰 愤怒看着眼前的五月明帝等人 而那领头的女子 容貌惊艳 穷比柳眉 一双眼睛 更是水灵动人 宛若黑夜中的两颗星辰一般 最吸引人瞩目的 则是她的肌肤 宛若皓月一般白皙 和一般的死灵截然不同 在这诸多阴沉的死灵之中 显得格外的显眼 看到这绝美女子 所有大地都是眼前一亮 一些大地眉宇深处 更是流露出来 一丝莫名的色彩 在这明界这么多年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勾人夺破美艳的女子 宁目摇冷谋凝视众人 沉声道 诸位 此地乃是我死灵一族的栖息地 我死灵一族被困死灵长河 终生无法踏出长河 诸位都是这明界鬼羞 不知为何对我死灵一族的栖息地动手 她身形傲力虚空 神色愤怒 同时带着警惕 五月明帝目光一闪 眯着眼睛道 阁下是这死灵一族的首领 宁目摇冷冷道 首领算不上 我们死灵一族 同甘共苦 没有什么首领 有的只是兄弟姐妹 呵呵 好一个兄弟姐妹 五月明帝冷冷一笑 但她的眉宇间 则是流露出一丝凝重之色 其他大地也是目露沉重 他们都没有想到 这死灵一族不但建立了国度 而且组织还如此严密 放眼望去 一尊尊不同修为的死灵 纷纷汇聚而来 零次至比 排列有序 在这女子说话之时 无数死灵巨师漠然不语 只是愤怒盯着他们 显得极其有秩序 这根本就是一个强大族群 崛起之前的预兆 五月明帝冷冷到 本地也不跟你们废话 交出阳间人 打开这戒壁 让我等查探一下 这死灵国度 若没什么问题 我等自会离去 对 交出阳间人 刚才是不是有几尊 阳间人进入了此地 只要你们交出对方 并打开戒雨 让我等查探 我等自不会 对你们如何 看到眼前这死灵国度 不少明界大帝 都感受到了一丝 强烈的危机之感 本章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库